方法都是比較單純一點點 就是說你給他一個提示詞 就直接生成 可是其實我們在 真正創作圖片的過程啊 其實真的需要來來回回的 那我們剛剛有提過 我們的Copilot 跟Chip GT 他基本上用的就是打E3 所以你有體驗到了 他中文能力是不是真的還不錯 講中文能夠通就很好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 要用Chip GT 就直接跟他對談 當然如果你有付費的 可以直接在Chip GT直接生成啦 這樣是最快的 可是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只是我這裡有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很少 一次就 達標 所以可能需要就是 中間就是來來回回去 修正一下 但是沒有關係 反正 大家就一起來做這個練習 這樣OK嗎 好 那我們 往後面看到簡報的45頁 45頁 45頁這裡啊 我幫大家找了一個 就是等一下你可以打開我們的那個 Chip GT 其實也可以不用開啦 因為 我這邊已經幫你 把這個連結 先準備好 我看一下 這個連結 應該是吧 等一下我再看看喔 你看喔 你 如果想要跟他做溝通 那我們 有跟大家介紹 現在Chip GT最新的 是不是有開放 你可以使用他的GPT 對不對 你不能創造 但是你可以用別人的嘛 那我這邊幫你找了一個叫 Image Creator And Generator 它是For Mejury的 但是沒差 你可以跟他溝通 可是因為這個GPT 他 原本創作的目的就是要協助你去怎麼樣 就是 生成圖片嘛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用 他待會呢 會幫你依照 大略是這樣的 內容 你看 跟我們剛剛很像 可是開始在延伸一點點 你看主題 對不對 你的主題是什麼 你的場景 你的人物主角 你要怎麼構圖 突然發現 以前沒有很認真學構圖 好沒關係 你就來看 然後燈光 怎麼打燈光 也很重要啊 他大概會 分這幾個方式 引導你 去把你的那個提示史 生成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了解了 大概了解了 那 等一下呢 我們 你可以看你要用什麼 你首先第一個就是什麼 你總要有一些想法吧 對不對 比如說你今天要生成什麼內容 以我現在來講 我簡單一點的 我想要說 生成一個 AI交談式協作的 插圖 那我的想法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我在這邊比較特殊是 使用 區比風格 我想要用區比風格來創作一個插畫的作品 我原本的想法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 什麼叫區比風格 有同學知道嗎 要問你 要問比較年輕的 好 不知道的 頭看下面 在這裡 我們剛剛不是 有那種 頭很大的嗎 就是那一種的 有沒有 Avatar Avatar 就跟那個有一點 只是Avatar那種比較是3D的 那這一種的 比較像是2D的 比較2D的 所以一般我們說 你要 類似這種風格你可能用什麼 可愛的 Kawaii的 有沒有 但是 你如果 只用這樣子有時候那個不夠精準 因為 日本的漫畫有很多種嘛 Kawaii也有分很多種啊 所以如果你特別指定區比 那可以肯定的 你深層的圖 頭就會特別大 就會特別 可愛一點 這樣了解 好 所以呢 你了解這個概念之後我們就一起來試看 你看這裡 我就把它點開囉 其實這個就是 我給你看我的那個流程 那個流程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那一張圖 就是這一張 來你現在看到這一張有沒有 我深層的其實就是這一張 但是 來你看到這一張你要怎麼跟他下提事詞 一個機器人 一個機器人 一個女生 在對話 然後呢 你有沒有發現有時候 你沒有給他太多描述的時候 那就是AI自由創作嘛 可是當你想要比較精準控制一點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想比較多 就要想比較多 就要想比較多 我們就是透過像這樣來把它完成 那 這個呢 你幫我打開你的ChipGPT 好不好 幫我打開你的ChipGPT 然後你到左手邊 然後你到左手邊 幫我按一下 探索GPT 這裡 探索GPT 好進到這邊來 這個畫面之後 請你在這邊到達一個關鍵字 這個 Image Creator And Generator 你不用看我上面的 因為簡報上有 簡報上在第幾頁有 簡報的第45頁 直接用coder就好了 好不好 因為打字會打錯嘛 在這邊 簡報45頁這裡 你就直接找這個關鍵字 這樣有找到嗎 簡報的45頁 好 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那 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訴他就好了 就是你已經找到這個了對不對 好那我就 把這個想法告訴他 你看喔 我先找到 他 給大家看一下 我跟他 這個 對話的過程 你現在看到這個 有沒有 我就說 請你幫我根據這個主題用他 是不是 講法告訴他 然後他說 為了深層符合你的需求 他需要了解更多細節 有沒有 有沒有 但是你現在看到的他是不是用簡體字回答我 請問可以叫他用繁體中文嗎 當然可以啊 現在你 沒有語言的隔閡了好嗎 不管那個 AI 他是哪一個國家做的 你就叫他用繁體中文回答就好了 好 有沒有 不用再找Google翻譯了 呵呵呵 好 你看他說 第一個他說 你要我深層可以 但是請你 幫我提供這些資訊 你的主題 你看他有沒有告訴你 有沒有開始一步一步引導你 這樣你了解我意思了嗎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 想一個東西的時候你可能沒有想到那麼多 可是透過他的提示 我是不是可以好像 有人在前面帶著你啊你記得要 這個要填寫那個要填寫 你看主題是什麼 然後他還會舉例給你聽 這是重點 因為你懶得想 對吧 他至少會舉幾個例子給你 好再來你看 場景的設置有沒有 你可以 你要設定什麼樣的場景 你看我就選擇那個科技感十足的辦公室有沒有 他就 開始了 再來有沒有人物或主題 啊你裡面是什麼人 對不對你看他就舉例啊AI助手是可愛的機器人 啊你希望他的構圖 是怎麼樣的 然後還有他的燈光 你看我選的叫做明亮的陽光 所以你回想一下我剛剛那張圖 剛剛這張圖有沒有明亮的陽光 這樣你有沒有感覺為什麼要請他來幫你呢 因為 如果我們剛剛只是在這裡直接打 你每次都只能用我提供的提示詞 可能你沒有想到那麼多 那我們透過他的引導 來幫助大家 而且他 貼心的都會有一個叫附加訊息 也就是說他提供的可能 只有一部分嘛 那你有沒有需要額外要交代他要注意的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好那我透過這樣子好了 然後呢 他就幫我把提示詞有沒有就整理好了 這樣了解了嗎 好就整理了 那所以我就 根據這個 他給我的 我就把它整理起來 但是我多加一個 機器人的身高90公分 就是不要太大隻 小隻的 那沒有錯 你用免費的他會告訴你我現在無法生成圖片 沒錯吧 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所以我們一起來試看看喔 反正他每次回答給你的不會跟我的一樣 所以我只要找到 找到剛剛這個 Image CREATE 好一樣 先確定好 評價不錯吧 還可以啦 你就來開始交談 那 你可以看一下你最近 比較常用的 他會 出現在左手邊這裡 就是你最近有用過的一些那個GPT 好那你的對話是留在左下角 好左下角 你看喔 我就把 剛剛那個訊息給他 你們可以試看看 看你想要生成什麼 你有想 做的 好我就用這個 好 把它貼進去 所以你不用特別跟他講什麼 我要生成一張圖片 不用啦 他本來就是為了要生成圖片而來的 按下去 這樣有沒有開始跟你做對談的 好他就問你你希望 插畫的主題 或主體是怎麼樣 對不對 好那我就是有 我告訴他 我告訴他 一個 AI機器人 和 一個 女生 在 做 交談 有沒有 有沒有 開始 開始問你了 那你應該知道 我們有講過一定要保留那個對話就是這樣 我剛 我剛跟你看的跟我現在回答的就不一樣 對吧 他 沒有辦法完全都一模一樣 好你看 機器人的風格是可愛的 對不對 女生的年齡風格 那個 服裝啊 你可以像這樣子 如果你完全沒有想法 至少他會舉例給你 你就可以 依據這個去改 那如果你有想法是最好 你就把你的想法告訴他 這樣你的提示時就會相對比較完整 好 AI機器人的 設計風格 可愛 的 然後呢 女生 年齡 好比如說25歲 然後 服裝風格 就是 假設你要運動的 我就運動休閒風 好就送給他 有沒有開始一步運導你了 這樣應該可以體驗到 其實我後面還有自己我自己寫的一個 這樣都可以 背景 我們在這個 科技感十足的 你如果有額外想到的你就盡量告訴他 好辦公室 好辦公室 這裡 白天 好 他要問你怎麼構圖了 有看到囉 對不對構圖跟光線 你是要特寫的 還是 是什麼樣的 自然光 柔和光 還是強烈的光 是不是開始 有點概念了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慢慢的把它填進去 近距離特寫 自然光 他已經幫我整理出來囉 你看 我是付費了有沒有順便幫我生成圖片 這樣知道 有付出小朋友跟沒有付出小朋友差別在哪裡了嗎 所以你們的 就是到這邊 就結束了 那他就會沒有辦法生成圖片 可是沒關係這個提示紙可不可以拿去用 可以呀 那 通常 如果 有中文的 可以用 如果你覺得還不夠 你就拿英文的去試看看 因為通常他英文理解能力會再比中文再好一點 這樣 有沒有感覺了 如果像這個你覺得不OK的 你可以再改 比如說 我就可以這樣直接再跟他做交談 請你 使用 chippy風格 因為他剛剛沒有把這個 帶進去 他就會直接再幫我重新生成 所以 這個是付費的好處 也等於說 我在裡面就可以直接做修改 可是我們如果用剛剛口拍的 你也是改沒有錯啦 可是 他生成的會是另外一組的照片 因為我們在口拍的這邊 他沒有辦法說 我真的會這個請你幫我改哪裡改哪裡 不行 但是我們在那個 裡面 就可以 比如說 比如說像這個 我如果要修改他 我簡報裡面有提到 在這邊 在比較後面 這裡 好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像這樣 我把他點進來 有沒有看到大張的 對不對 但是呢 今天 如果我覺得說 比如說這個髮夾不太好 我不想要這個髮夾 怎麼辦 你看他在付費這裡 有沒有一直筆刷 點下去 你就來這邊告訴他 你筆刷大小可以調 好這個太大了 我把它調小一點 好這樣比較小的 對不對 塗下去 你就告訴他 移除 髮夾 這樣有看到 好所以呢 把它 丟過去 他就幫我針對這一張 直接做修改 不過說真的 其實即使你是付費的 也不是流量沒限制 因為你試的很多 他也會告訴你 休息一下 這樣有沒有拿掉了 那如果你想要再加一個 我要加一個 蝴蝶髮夾 你就在這邊 一樣的位置 指定給他 其實這個功能 在CAMMA也有 你看我這邊加 蝴蝶髮夾 好 那他就幫我在這裡再加一個 這樣有沒有感覺到你的可控性會比較高一點 對不對 所以可以像這樣去玩 那這個就是 如果你是付費的你可以 這樣用 可是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如果你這樣生成好了 這張圖片下載下來 可不可以拿到別的地方去用 然後 一樣可以完成這些事情 像我剛剛講的CAMMA 或其他的 服務也都可以 只差在說你要分兩次來完成 這樣這裡是不是就有了 這樣 有了解那個 意思了 所以我覺得 像 他這個其實還不錯 就是 可以協助大家 因為 我們 剛剛 你要做這些 內容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像他這樣 一步一步引導你 有時候你可能就會漏掉某些細節 那你會花更多時間 再去試過 這個好像少什麼少什麼 那你就是 然後再試一下再試一下 那點數就會不夠用 OK 好 給大家先 玩玩看 好不好 你剛剛那個生成好了 如果沒有給你英文的提示詞 你也可以告訴他 請你給我一段 英文的提示詞 不要客氣 你可以提出要求的好嗎